男天团Super Junior陪为两年 终于等到成员史源东海还有迎客退伍 他们原定7人推出新专辑 主打歌也以他们擅长的舞曲为主 准备送给苦等他们两年的歌迷当礼物 没想到史源日前因为爱犬 闹出咬死人风波 决定退出新专辑宣传 Super Junior选在6日 他们出道12周年的这一天 办新级记者会 提到史源无法随团打歌 遗憾表示很可惜 但他们仍发挥综艺咖的搞笑魂 用主打歌名Black Suit打赌 我们Super Junior的全员 在公司书店里出售 公司书店里出售 公司书店里出售 银河放话专辑卖破20万张就要去上购物台 让成员无奈苦笑 而他们这次发片也强碰许多歌坛后备 除了有Zico领军的嘻哈男团Black Beat 将和SJ同期发片 竟然人气阵望的Seventeen 也将推出新专辑 忽悦而同的准备要和大前辈 Super Junior来场歌坛大战 记者林文总和报道